大家好,今天是2月28日星期日 今天就不出中国民心了 因为我想等待他们35家 那55位泛民主派 今天下午去到警局提早报道的状况 不希望我自己猜中 我估计很多都会即时检控 即时落口供 然后明天提堂 有可能不获保释 这个我们等待今天下午 应该今晚会有很多新闻 星期一或者星期二才做 今天就想说一宗昨天 大家看看视频 就是大公报 2月27日星期六 这个就是头版 这位是刘利群女士 刘利群女士 那她为什么会被大公 文会那些文革式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叶柳说的 就说文革式的批斗 我们先说一下 最近她升迁的事 刘利群女士 就是56岁的 今年56岁 她是由食环署的署长 就调升到食物及卫生局的常任秘书 常任秘书 那她被大公和文会攻击什么呢 她被大公和文会攻击主要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说她丈夫蔡凯偉 就是社民联的CEO 在19年的社运期间 就开放了一些政府的场地 让一些示威者进去休息 这是第一个 质疑她 但又不是她 而是她丈夫 不符合爱国者治港的标准 第二件事就说她当时是食环署处长 就延迟了清理年龙墙 但是她就加快清理了爱国者的标语 就吐了 你现在这样 大家知道刚刚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就说了 自港的一定要爱国 就质疑 那究竟她之前的表现 或者她家人的表现 究竟她淫入于爱国呢 这样 其实她被人攻击的原因 就很简单 你问我 因为她的人工实在太高了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 查了一些资料 这资料是公开的 她是甲一的政务官 即是她现在调签上去甲一政务官和常任秘书 她都是A1归的 那她们的起身点就是295,150至303,950 那如果加上她的津贴 再加上她做了这么多年资 我相信她一个月的年薪 一个月的月薪 大约是三十六七万左右 那这些位置呢 坦白说一句我们之前 几个星期前我们已经说过了 根本现在就不会给你们香港人做的 好了 AO 叶柳是支持她的 叶柳应该跟她很熟 不过她们的年龄相距也很大 因为叶柳是70 劉利群女士是56 相距是15年以上的 但是叶柳也是AO出身 即是政务主任出身 劉利群女士也是政务主任出身 那么现在的AO政务主任是几千个月呢 起身点是55,995 至11,0170 那就是说 如果你30岁左右做到AO 你从未升过 到现在55岁 那相信加上津贴 加上Invation 加上Point的话 即使它是几千个月 也好 再加上十四五万一个月没就算 好了 大家看看螢光幕 这是27日 大公报的文章 大公报下面写了些什么 大家看看 敦促改革 不满表现 匪夷所思 质疑标准 最后下面写了个不知所谓 大公和文会 其实就是党报 我相信 劉利群女士很快要自动辞职 如果你不辞职 他是他帮你辞职 即是说你不是没得升 你连工都没得做 大家看到大公和文会 他就在文章里面有写 他说 急需核实所有AO级及以上官员 是否符合爱国者治港 是不是等于我们之前在宣誓的时候说 是不是一模一样 你之前爱不爱国不要紧 但是你拿错别人的资源 对不对 大家看看一件事 我读了给大家知道 现在的AO做得久的老屁屁 当你没有升过 你由EO上到AO 或者你直上AO 我当你二十多年 其实是很难上AO 我认识很多年都是上AO 就已经去到我现在这个列纪了 上面上不到 上面再上 你有很复杂的人事关系才行 好了 我当你上到30岁 很厉害 很厉害 完全没有升过 就是在这个高度里面 你到现在 二十年后 我当你三十多岁上 你五十多岁的话 二十三四年后 你起码我读给你听 你都有十五六万一个月 这些就是共产党维持住的位置 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他是一个民员 会不会批斗他这些东西 不会的 所以一件事我们就说 走吧你们 所有港英的 你想想一件事 你觉得他是蓝丝还是黄丝 我告诉你 他一定是蓝丝 没有可能是黄丝 已经签了 已经算了 已经算了 算了 不理人间世事 坦白说他 他老公的事关系什么事 不关系 还有一件事 清理连笼墙 和食环有什么关系 是吧 当时有多少个连笼墙 是没清理的 对不对 这些都是找个藉口 坦白说他 他最想告诉你一件事 我们套了爱国者治港之后 你看看立刻出招 然后就说我要核实所有 AO级和以上官员 是不是爱国者治港 就是说 当你已经有十几万一个月的时候 你就掌握了他的眼球 那他那个位置不用说 我们刚才也读过 他这个位置加上福利津贴 起码三十六七万一个月 那就动你了 你还想在香港吃蛇齿饼肿吗 没有的了 玩完了 玩完了 还可以给你吃 其实坦白说他 他不升可能会玩久一点 你现在升的话 不用多久他自动辞息 你信不信 所有AO级以上的 全部将个爱国者治港的金刚枯 放在你头上 第一个金刚枯是什么 西走第一批港英鱼业 拿到香港大量资源的公务员 就是孙世 先用孙世 西走一批 好了 接着用爱国者治港 西走第二批 西走第二批 好了 爱国者治港 你这些混蛋 这些后面皮都不走 接着用BNO 双重国籍再西走 这样的话 AO级或者以上那些 我相信之前 港英鱼业留下那些 有七成最少六成 全部西走 好了 西走换些什么 外国的那些 哪些外国 就是说党员就是外国 说国语那些就是外国 他那个位置不说 坦白说他 他就比较有些时候要走出来的 但是你说AO有多好 又出来 讲广东话的都有党员 就换那些人 我们有没有看错 一个月左右 就已经凌劲了 两批人西走 第一批孙世 西走一批 爱国者治港 西走第二批 这个是不是文革式批斗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 现在的共产党和当年我老爸的年代不同 现在的共产党 他主要就是想拿利益 你问他想不想回文革时代 当然不想 大余大欲 那些儿子的孙子 全部在美国 在英国 在欧洲 当然不会回去那时候 这么穷的年代 一定不会 但是问题就是 香港人工这么高 怎么会让你做 不会的 所以我相信 刘利群很快就自动辞职了 很快就 爱国者治港 不止只是对付AO以上的局长 包括 包括 行政长官 财政司 律政司 保安司 他一摆个爱国者治港 沽在你身上 所有你的家人 所有你N年前曾经做过的事情 你都可以不符合爱国者 因为爱不爱国是他作主 不是你作主 梁振英很爱国吗 你觉得梁振英很爱国吗 我不觉得 喂 你在大德良行 你做这么多 接这么多外国的单 那你很爱国吗 郑弱华很爱国吗 是吧 乐图安乐工程 不是安乐死 安乐工程 喂 你占了一半股权的 你很爱国吗 你吃着特别行政区的奶水 你居然和美国做生意 是吧 那你很爱国吗 不过共产党不同 他和美国做生意就是爱国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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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打了现在坦白说一句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之前 不要说错了 是吧 走不了我们对眼的 你一走一步就知道你想做什么了 其实 那走吧 这些就是流利群 就是大家 你有心地准备吧 把刀斩了下来 这些是你又来的吗 这些根本就不是你 你看看下面那些东西 喂 不知所谓 看不见 质疑他双重标准 匪夷所思 不满表现 敦促改革 还有一样东西 叶柳的新闻党里面 其他的党员 一起群起公留利群 但是他不知道一样东西 你只要不是根正苗红 不是共产党的话 你做什么 他都不会看你的 你做什么都不会看 最后他就找个党员代了你的位置 你真是想做蓝丝的 麻烦你自己想想 你有什么利用价值 你如果没有利用价值的话 你只不过现在九言残存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他们今天35加55位 我希望我自己猜错 我希望我猜错 因为很多很年轻 譬如陈武辉那些 陈武辉有没有30 我想都是差不多 是吧 他那时候14年都是在读大学 现在应该都是30多 结婚 欧乐轻 很多都是很年轻 我们跟进下去 星期一、二 再跟大家做中国民心 香港民心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拜拜